天天路 江山万里兮 情欢月初天宇 不初不时不远期 哇 好累啊 今天我们终于来到嘉义 我们现在要去寻找一个 传说中超级私房网路爆红的异国美食 现在就跟着我弟子出发吧 我们约了一个导游 带我们去吃好吃的 但是导游人呢 嘿 我在这里 我们导游还在幽默 好像想出一些惊奇来笑我们主持人 好 那我们等一下就带你去吃 这边最有名的私房特色异国料理 那我们现在就一起出发吧 走 欸 画多岛现在是不是快到了 对 我已经快到了 他就在这里了 这边就是非常具有特色的土耳其餐厅 就是料理餐厅 他这边外观就是非常的可爱 然后里面就是里面感就是非常 就是与众不同 然后他那边外观就是很可爱 什么东西都就是非常的具有风格特色 那我们就一起进去吧 那我们就一起进去吧 哇 你看我们已经满足的美食了欸 对啊 那我们就先从最台味的沙拉开始 但是我们这家店最有名的海鲜沙 形容一下它的口感 它吃起来就是有点酸酸辣辣 但是又很清爽的 对啊 是不是就感觉很开胃对不对 对啊 好 那我们现在就吃什么 我们满足的美食对不对 桌包从来下水 接下来这道菜 感觉很像披萨啊 可是我的汤汤还有没有料 这是什么呢 这个是中东的这个起司皮疗 它就是跟中东的口味的披萨 我可以试试看啊 试试看 怎么样 它吃起来就有点感觉它上皮是焗烤的感觉 然后皮又是披萨的皮 就感觉就是非常有特色 而且又非常浓郁 很酥脆对不对 它起司味又很浓郁的风味 非常的丰富啦 那再看这个好了 这是我们主厨特别推荐的这个 主厨面包喔 它就是可以搭配我们的浓汤一起食 然后是非常的美味这样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它的汤 蛮特别的颜色 蛮特别的颜色 对啊 这个是 这是也是我们粉店的特色浓汤 然后它里面是鸡肉都不在乎 对 是鸡肉的浓汤 好 它喝起来就有点味噌 味噌和玉米油汤的感觉 非常有的 很口 所以它就是一种有中东的风味 但是因为毕竟在台湾 蠻一种合台湾的本土风情这样子 对啊 那吃吃看这个 主厨面包一起搭配看看 嗯 吃起来就有点 很香 就是芝麻味很浓 对 然后又很Q彈 吃起来有点像 有点像像米面包的感觉 就是非常 很残牙 哇那什么好大 就是吃面包吗 对 这个也是粉丁王 特色土耳机面包 它最特色的用法呢 是用这个叉子把它搓破 再把它片面撕下 这样子吃吃看 你吃吃看 舒服吗 对对吧 哇 好清脆 好清脆的声音 好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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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香的 面皮的味道 它的芝麻味 对 然后它里面就是一个 很空心 很空心的骨骨骨 你可以吃一片起来吃看 很空心的骨骨骨 那它是直接吃吗 对 直接吃就可以了 非常酥酸 它真的很像 就吃起来就是很 真的就是全部都是芝麻的味道 然后 非常用要扎实 嗯 然后又很脆 嗯 好有特色 对 接下来是我们煮菜了咧 对 这就是我们的焗烤 焗烤 而且你知道很特别 它是里面 它是只有这个起司的部分 而且它有非常多料啊 就只有料 就只有料 对 所以它饭是另外的 对可以再搭配这个饭 甚至面包也可以搭配这样子 第一次看到就这样子 对啊 像我刚刚那个巴隆 都是可以一起拿来做为搭配 你先吃一下吃一下 吃一下 嗯 我怕不再要拌掉 嗯 我怕不再要 黑白了 好香喔 对啊 感觉起司会觉得非常浓 嗯 而且它的鸡肉非常嫩 非常嫩 然后 它 它那很多就是青椒辣椒 它一点都不会辣喔 就是非常中厚 它是搭的非常好 它有蛋的鸡蛋味 就是非常 就是非常都可以搭配白饭吃 对 非常的下饭 嗯 这是我们的 沙威麻 有没有跟那种路边的改天 非常不一样 真的非常不一样 我第一次看到沙威麻 是搭配白饭的欸 对 而且它是把它做成一个非常精致的餐点 然后有附上一些蔬菜啊 让就是整个味道变得更加清爽 吃吃看吃吃看啊 嗯 而且它是 像我们这家是用猪肉做的沙威麻 跟一般用猪肉比较不一样 嗯 它感觉就是 很 就是很 很 是因为有一种干甜的感觉 它的香料感觉非常的香 而且非常的就是 顺口很嫩 对啊 因为那种像我们的鱼鱼 最特色就是它的特殊的香料 所以搭配感 它真的有一种花香的感觉 就是非常的特别 就是 非常 很重不同的 就是 我是第一次摄到这样 特别摄到 好 今天这道是我们演艺土耳其 非常自然的炖板 但是它感觉很像 就很像羊肉糊欸 对啊 它造型很像 然后它有个特别名叫做卡夫 嗯 对 那现在 直接试试看啊 我这一锅是那个 牛肉糊 可以 嗯 它酸酸甜甜甜 而且牛肉味真的很香 而且有口味 这个味道啊 对啊 它还可以搭配面包的 就试试看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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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嗯 嗯 嗯 它真的非常適合耶 就是有那個味道 而且就是麵包肉啊 脆脆的感覺 一大倍 那那麼多美食 我們就一起來享用吧 對啊 我們直接先吃囉 掰掰 我們很高興邀請到我們 就是非常帥氣的 豬爾街主廚 然後 我們就來 就是請問一下 現在你來台灣多久 我來八年了 不會啊 他這麼多 你為什麼會想要 我之前來是學中文 就怎樣 對 然後 為了學中文 那為什麼你以後來會想要在台灣拍 或有其他影片 因為我是廚師 來學中文以後 我覺得我們 我喜歡台灣 然後 看一下影片 真的很厲害耶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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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通常來 你們這邊吃飯的 通常是年輕人還是 就是年輕人要大 或是 一些人 我們這邊是家庭 家庭 跟大學生 大學生 大學生 非常 非常 非常的 就是 多元 而且你們的東西都好好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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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主主讓我們採訪 那 就是希望大家有空都可以來品嚐這個非常美味的料理喔 那我們下次再見 謝謝 拜拜 這 請